我的天,现在了还有松坦的树上 能看见那些坦了吗 啊,这个小树可真是不高 也就五米高这样 长了五六个坦可能是吧 这个我达成,我要不要上去把它弄下来 挺老大呢,在这儿看的很清凉 我上去把它弄下来就,四五个的 主要是不高,我呀,挺矮的一个小树 上去把它弄下来 这样的,看见不弄那不难受做了呀 这这么两个小树啊,它能说长那么多 它长不六个 咋长呢 咋这小树它还不长啊 到底是小树它不能长呢 这就是小树它不长呢 那些小树的养分全它吸收了,所以说它长 一个高的窜上去 往它坐地下来 你看看陈总给你们来一个猴子爬杆 不行,一看你这猴子岁数大了它 不利索 哎,这还好爬点儿 你先上的时候,你踩的时候,你拿脚先试试 你拿脚先试不知道了吗 下来,一个 两个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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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哎呀 嗯 挺厉害的吃的 吃霉的呀 嗯 还有还有 在这边呢 啊对 还有一个应该 都被吃没了 都没 够了 够了六个 这个还行 这个还好 嗯 那这个都吃了 现在这留在上面下 大部分都被鸟吃成这样 其实不光这个松鼠吃 鸟也吃 我昨天看见一个捉木鸟 还刀转了 但是是在个大树上 都给吃成这样 捉木鸟也不只是吃虫子 也吃松子 它没虫子 它可不吃找松子吃 有虫子不说没虫子呀 哎呀 冬天虫子也冬眠了 走走走 今年哈 就没有想到是哪年 今年是个松塔崽树上 能放这么久 要正常它早就应该掉下来了 你知道吗 这样的大树上面 它应该早早就应该掉没有了 现在 到现在这个树上还是 还是 还是能捡着 看来还是有啊 这都被雪埋了 太小了 有就行嘛 还带我大小 这些还是费那啥 松鼠磕了 松鼠拿来磕了 这还有一只 这是磕了个一半 没磕完 磕了一半没磕完 是不是刚才你往这边走 把松鼠给吓跑了 磕了一半 这是他的脚垫吧 啊 不能 还放这有一只的 这个没有了 没有 那那磕了 这个还有吗 还有一个 这个 有这么一点的 几个吧 扎了两粒的 我就把它吃了 对了 还能捡起个松塔崽子呢 那个 看来还能挂掉啊 这就是挂风吊来的 本来吧 我是想来给人家挖一点 那个 狗仔皮人的 因为前几天我给我叔他们挖吧 说拜伙吧 有几个大姐我给找点 结果来了之后吧 我们发现我俩 都跑迪了 就点跑偏了 为啥呢 看见一个树上有松子 松坦上 上去够了几个 然后我们就陆陆续续在地下 慢慢就发现了 俩人 捡了将近一小背婆 虽然说吧 没有前几天我们捡的那么贵 但你得知道 这会儿是下雪的 雪都挺厚了 已经是冬天了 就是下雪之前刮上大风 它掉了 雪盖上 但是现在雪已经慢慢划下来了 它又露出来了 结果我俩人捡了这么多 你知道吗 这已经是很不少了 今年这个松坦 就是 在树上就是能挺住 就是不掉 以前的时候早就没有了 早就掉没了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不行 我看看咱俩明天去找 明天找地儿捡 我看行啊 据照今天这个捡法 明天能捡不少 一回捡这一小背团 对可以 现在这个松坦是越来越贵了 那塔肯定也越来越贵了呀 对呀 这一切都整跑平了 还整出个意外收获了 明天看看我们俩人 不行就去捡松坦去了 这个玩意儿现在是收获 应该算是最高的了 现在天也已经不早了 等你们的那个 勾带根啊 就等过一时再说吧 这两天我们俩准备要去捡松坦去了 如果能捡到的话 就准备去捡两根松坦 捡不到没办法 那现在天已经要黑了 我们两个人要往回走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 请点赞转发关注一下 拜拜